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法律和限制 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即使天地都过去 法律的一撇或一化也绝不会过去 全部都要成就 所以是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但是谁若遵守了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伟大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今天我们读的是圣玛窦福音 圣玛窦在写这一段福音的时候 大概是耶稣升天后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那时候在教会团体里边有一种困惑 什么困惑呢 就是跟犹太团体 犹太规矩的冲突 信了耶稣是不是还守这些规矩 还是完全不守了 比如说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 一个是他们原来经常进会堂 耶稣当时每年几次到耶路撒冷圣殿 平常去会堂 宗徒们都是犹太人 也遵照从小的习惯 每次的法律 每周进会堂 可是后来他们不受欢迎 从会堂里被赶出来 他们就想还要不要去会堂 这个是法律的规定 每年三次三大节日去圣殿 那现在要不要去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吃鸡肉 鸡献邪神的肉 圣保罗也讲过 本来是不能碰的 不能吃 可是圣保罗说 那也没有什么邪神 除了一个天主外 他们信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没有 就有一个真神 那这些肉吃了也无所谓的 没什么事情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冲突 我只举了两个例子 还有很多其他的 新的团体 也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团体 当中就有一些人开始讲 以前的都过时了 以前的都可以不要 那由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些 就够了 过去的所谓的 天主给梅色的法律 完全都可以废除 所以面对这样的说法 面对这样很现实的问题 圣玛都特别记起 耶稣讲过的这些话 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 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 而是为成全 我们记得耶稣显圣荣的时候 旁边有两位 一位是梅色 一位是厄里亚 梅色代表着以前的法律 厄里亚代表着以前所有的先知 梅色和厄里亚他们传给人们的 当然他们是从天主来的 天主告诉他们 他们启示给人们 就是有一位要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知向这一位 为什么耶稣要这两位陪伴 如果这两位一点用都没有 不用他俩来 而是跟耶稣一起出现 意思是什么 耶稣是最终的实现 这两位提前在准备 所以不要废除这两位 如果废除了这两位 废除了以前的 我们就很难明白耶稣 他们是通往耶稣的路 很明显今天我们读圣经 如果离开旧约 我们就很难读懂新约 这个是一个过程 当然等目的实现了 这个过程失去了 它原来的重要性 但是呢 为了明白目的 我们还必须 为了达到目的 还必须走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儿 耶稣他怎么说 不要废除旧的 除非把它提升 耶稣来实现了旧的 不是要废除 换句话说 旧的跟新的连在一起 你废除了天主世界 不可能 那新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只是要求他更完美 这是耶稣在这里 讲这几句话的意思 而当时最后 请你们再注意一个细节 耶稣说 谁如果废除 这些戒命中 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天国里 要成为最小的 很多人反对 这样的讲法 就说 为什么他们 不重视这些 他们所废除 这样的人被开除 教会之外就行了 不属于教会 受绝罚 而圣玛窦 写耶稣话的时候 没有说 这些人要被开除 谁在这样讲 怎么样怎么样 用威胁惩罚 而圣玛窦却说 耶稣说 成为最小的 成为最小的 你看福音的慈悲 又出来了 最小的是什么人 耶稣说 你们要对我这些 最小的弟兄做 要特别照顾他们 他们可能还不太明白 他们不太清楚 不是说 谁不懂 谁做错了事 马上开除教会 这个不是福音的精神 那也就是说 教会里面都是完人了 都是完美的 不犯错误的 错了 在一开始教会 就是有罪人们组成 有常犯错误的人组成 但是问题是 我们愿意每天读福音 每天在天主面前 忏悔我们的罪 这是教会 教会的成员 我再说一遍 不是完美的 没有缺点 不犯错误的 而是一群 知道自己有罪 每天需要天主来怜悯 宽恕 帮助 是这样的人 这是圣马都说的 他成为最小的 意思是在教会里面 这些人是小的 我们都是小的 需要别人的理解 需要别人的扶持和帮助 虽然透过这一段 简短的几句话 这是山中圣训的内容 耶稣要讲 他要讲的 他要把旧约提升 要实现旧约 在这儿呢 作为一个小隐 耶稣说 这些不要去掉 不要去掉 否则的话 很难理解耶稣 好吧 让我们进到福音的精神里面 彼此理解 彼此支持 彼此原谅 彼此宽恕 让我们一起在天主面前 承认我们的事实 就是个罪人 靠着天主的仁慈 活每天 阿们